比亚迪的邮箱门会迎来结局吗? 我持相当悲观的态度,认为邮箱门不可能有什么结局, 最好的结局可能是不了了之, 最差的结局可能是长城汽车和卫健军陷入死局。 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呢?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这件事情就明白了。 那么,我继续在中国日报站内搜索。 据了解,2023年,长城汽车在产品研发及对标的过程中, 偶然发现了某汽车品牌混动车型使用长压油箱并未达到国家蒸发污染物排放要求, 且在实验室环境下通过自动调节发动机启停实现排放, 随即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了此事。 随后,该汽车品牌曾提出各种条件试图影响长城汽车在举报长压油箱仪式上的立场, 并表示会尽快进行高压油箱的生产切换, 同时提出可以通过交叉换股,提高骑骑下硬派越野车售价等方式换取长城汽车撤回举报并不再追究。 此后又通过OTA强制升级来掩盖蒸发物排放超标的问题。 感谢您的观看